MING PAO TORROW 她最喜歡吃我的生肚子 她晚上將生肚子放在床頭 三時多半夜起床 她會拿包出來咬兩口 她會跟我說 你的麵包好像放了安眠藥 我吃了就馬上睡得很好 安嬤嬤她90歲了 她都可以接受我的生肚子 我覺得很開心 十多歲開始就已經有興趣做麵包 一直學到現在 給身邊的人吃 他們的反應又覺得挺好 很有滿足感 純粹是興趣開始 而不是為了一直計劃做烘培師 或者做生意 疫情加小朋友 疫情令我自己不敢出去買麵包 不是因為外面的麵包很不乾淨 自己一來搭出門口也覺得不想保障家人 想做這件事做很多年前想做 公司放不下的情況下我就做不到 但到這一刻突然間 我爸媽都很贊成 做吧你做吧你去做吧 是時候做的了 有他們這一句 我便放手去做 曾經有一刻很猶疑自己究竟 還會不會做麵包 做出來的麵包 不是我本身想做的事 試十次八次 甚至乎二十次 我也做不到那個效果 很氣餒 覺得自己究竟 為何會做到這樣 甚至乎我先生會說 你做點東西我怎麽賣 會有這樣的挑戰 是的 一個人做這件事 是很多意想不到的情況出來 沒有說做不到的 喜歡做那件事 就算多困難你都會做到 其實有很多麵包店 他們添加那些添加劑 是方便師傅去更加容易操控麵包 時間上控制得更好 因為我不添加任何東西 所以做上面的確是會給外面困難 我要額外加多些材料 養一些種 長時間發酵等等 去配合 令到麵包更加好吃 我主打方包山吐司 是由一個旅行的經驗得到的 是因為我和家人去沖繩旅行的時候 不小心接觸到一間 專門賣方包的麵包店 只有一款方包賣而已 很特別 已經是深深在心裏面 其他產品為何我會選擇它 是因為我配合家人的口味而引申出來 所有東西都是因為家人 因為創業整包室去陪家的時間絕對有 我一個星期有六天 在這個工作室 應該六天半 因為我星期日即使休息 我都要回來預備星期一的東西 因為我小朋友 早上一早上學 晚上一定要早睡覺 我下班的時間 永遠都會見不到他 就是靠早上送他回學那一刻 每一早就是靠那段車程 可以跟他聊聊天 問他開學校的東西 他現在只有五歲 說的東西也有限 他吸收的東西 可能會受身邊的人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希望每一早 盡量在早上的時候 可以跟他聊多些聊天 教他多些東西 去到晚上我未下班 他就會Facetime我 跟我說早上 聊幾句 他就睡覺 所以對著小朋友的時間很少 家人都會少了 例如我爸媽 以前我可以每天都陪他們吃午飯 現在就沒有了 做了學培師之後 對我有很大的改變 時間上不僅僅 跟家人更加鞏固 其實我們一向都是一個 很好的家 經過現在我開了紅袍工房之後 全部家人都會很努力去幫忙 我很不想他們幫忙 因為我看到他們很辛苦 但是 他們也很想參與一部分 在同時 譬如家人會幫忙負責幫忙 或減輕我的負擔 甚至乎我爸爸媽媽 會嘗試去學習看爐 不過有時我走開後 就照顧爐火 那我也很開心 可以大家一起做一些事上 大家都有付出 大家都有開心的收穫 這已經是一個更加鞏固家庭的方法 首先一定是媽媽 因為兒子一定先行 都是我自己 我依然有時會兼顧公司的事 所以我還是公司的管理層 或是我家人的女 所以兇賠資是第三